他不明白这个自己深爱的人怎么忍心带给他这样的伤害 第二天宋建从外地回到昆明 毫不遮掩地承认了自己和那个女人的关系 而他这副无所谓的样子让范义华悲愤交加 事实上最近一段时间他始终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这个自己深爱的男人很可能已经变心 因为他带给了范义华太多的折磨和凌辱 每次每次打我的那些样子 不可以想起我 但他的烟桶落到我身上之后 不可以想起我 但他的皮带周大融合的时候 也不可以想起我 又是要跪老倒了 隔她的染亡 直到今天那些痛苦记忆依然徘徊在范义华的心中 宋建每一次的恣意折磨都像是在他的心中滑下了一道深深的伤口 三十六回啊 比艾达更为可悲的是 即便遭受了这么多折磨 范义华居然也没有和宋建分手 我们无法理解 在这个男人的身上范义华究竟寄出了什么希望 韩北忍辱的想要得到些什么呢 也许是经历过企业上的 有些人欢迎的吗 所以企业是呢 不好的地方 它也许在这个家庭下来的迷不过来 我玩不起 真的 玩不起 就是这样 好好的 和宋建相识之前 范义华曾有过一次短暂的婚姻 由于丈夫适度成性 范义华最终选择了离开 这段经历所造成的心理阴影 使范义华对于感情失败异常恐惧 因此在和宋建同居之后 他就变得小心翼翼 他觉得他是年龄比较大 三十年生 三十多岁以后 他的中生大师 他就当过的 我希望通过自己的一次一次 妥协而容忍 去改变他 范义华痴心复出 却没能换来感情回报 儿子